接下来我们请一个新的二级科目闪亮登场 谁呢 来一起看 被投资单位的其他综合收益的处理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英文字头所写叫OCI 特别是我们讲的金融资产时 还要强调这个OCI 因为在我们金融资产中专门有一类 叫分类为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OCI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并且这个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就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债权 我们说的是其他债权投资 一种是股权 我们说的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形成的供应价值变动 我们走的是其他综合收益就是OCI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供应价值变动 我们走的是其他综合收益也是OCI 但是虽然都是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债权投资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 将来是可以转损益的 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 将来是不能转损益的 不转损益转哪 转留存收益 上述这些内容 如果你觉得刘老师说的还是有点快 没关系 你后续慢慢都能掌握 这只是我们需要掌握你的总线条而已 在这里我跟你画一画 学着学着 就刘老师说的这些东西 你全都会 你把这些东西都掌握了还不够 你还得去做题 说实话 知识是知识 能力是能力 刘老师一直提倡的一点 光辉知识 那就是听着明白 没有做题的能力 没有实战能力 考试的时候仍然可能会吃亏 所以必须想办法把知识变成能力 那就是听完课之后趁热打铁去做题 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其他综合收益是怎么闪亮登场的 来看啊 当被投资单位的其他综合收益发生时 投资方应该按照归属于本企业的部分 按照持股比例 相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目价值 同时增加或者减少其他综合收益 他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的是 你比如说我A 投资B 持股30% 我A所谓投资企业这个长期股权投资权益发这个二级科目 其他综合收益 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关键看你被投资单位账上有没有其他综合收益 也就是说 长期股权投资权益发下确认的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二级科目其他综合收益 是盯着对方看 对方有你才有 对方没有你就无 比如说老师我怎么听小首歌 月亮走我也走 差不多吧 就这意思吧 只要他那有你就有 那他那没有你就没有 那么被投资单位 那个其他综合收益啊 他分两种情况 他有的其他综合收益将来能转损益 他有的其他综合收益将来不能转损益 那你听清楚 如果投资企业因为被投资单位那个将来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作为投资企业这边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的话 将来投资企业这边的其他综合收益也能转损益 如果投资企业这边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 是根据被投资单位那边将来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确认的 那么投资企业的这个其他综合收益将来也不能转损益 老师我听得这么费劲的说的费劲是特简单我再简化一下 就是说投资企业这个其他综合收益是根据被投资单位的其他综合收益形成的 被投资单位那个原始的其他综合收益能转 我这不就能转你那个不能转我这个就不能转 明白了吗 哎 我们说什么时候转呢 来看 什么时候转呢 哎 来看 说投资方在后续处置股权投资 但对剩余股权仍采用权益法的时候 我们就得判断是否按持股按照处置比例将其他综合收益转投资收益 这时候得判断 啊 也就是说如果你长期股权投资卖了一部分还剩一部分 我问的是你剩这部分还是不是长期股权投资 还是不是权益法 你说还是 要是还是的话呢 你要把这个其他综合收益按比例截转 当然 这说的是对方能截转时 我们才转 我们转哪去 我们把其他综合收益转投资收益 如果 如果你要是把长期股权投资卖掉一部分 剩余的股权不再做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了 假如说你全卖了就没有了 那很显然没有剩余的话 那我们的其他综合收益要是能转的话 都得转到投资收益 不能转的还是不转 那么如果是你剩余部分将来也不做长期管投资权益法 比如说转成集中资产了 那此时的其他综合收益要是能转的话 也得把它转投资收益 不能转的就算了 你说老师 我太在这我太晕了 到底什么时候能转 什么时候不能转 这你别着急 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其他综合收益分两类 一个是将来能转损益 一个是将来不能转损益 你要想特别想现在知道的话 你查一查 所有者权益那一帐 在所有者权益那一帐会告诉我们 其他综合收益分两类 一类是将来能转损益的 一类是不能转损益的 你比如说谁不能转损益 第一个 在职工薪酬中 以设定受益计划的 比如说在职工薪酬中 以设定受益计划 净资产净负债的价值变动 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 将来是不能转损益的 只有在计划终止时转位分配利润 这是一个不能转的 第二个 比如说其他权益公利投资 其他权益公利投资的供应 价值变动 我们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 将来是不能转损益的 不能转损益 转哪 转 留存收益 比如说我们直接指定成的 以供应价值计量起变动 基础当其损益的金融附带 如果因为自身信用风险 带来的价值变动 我们确认了 其他综合收益的 将来不能转损益 转哪 转 留存收益 我们说就这三种情况 他将来就不能转损益 如果对方是因为这三种情况 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 你这边的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下 确认那个其他综合收益 是根据对方的这三种情况的 其他综合收益 呈持股比例 算来的 他不能转 你也不能转 你们说那哪些能转呢 基本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 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 我们都是能转的 比如说其他债权投资的 供应价值变动 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 我们再来可以转投资收益 比如说用自用的房产 对外出租 以供应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当供应价值大于 占面价值在带方性能的差额 走其他综合收益时 将来我们是可以转损益的 比如说在现金流量 套期保值中 我们有效套期部分的 套期工具的供应价值变动 是走其他综合收益的 这将来是可以转损益的 再如把第一类债权投资 重分类为第二类债权投资 形成的供应和占面之差 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 将来是可以转损益的 大概我先说这么几个 我想我说的这些内容 我们有的学员可能不是特别明白 不明白也没关系 这是我们后续要慢慢掌握的 所以刘老师在这里一再强调 你不要着急 我们学习是有规律和过程的 花开万朵 先表一支 咱就说这一支 把这一支说明白了 但是后续呢 我先稍微给你带一点 你看在这里你不用想那么多了 你就知道 那个其他综合收益 就是人们常说那个OCI 它有可以转损益的 有不可以转损益的 它能转损益的 我们就不能转 它不能转损益的 我们就不能转 那就成了 这是个规律就可以了 到底谁能转 谁不能转 这里我简单的说了几个 如果你特别想知道 你先去了解它 如果你说我还不想知道 没关系 慢慢来 到后边 相信你一定能知道的 我们继续 来看一道题 说假企业持有币企业 百分之三十的股权 能对币实加重大影响 当其并且因持有的 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基础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变动 基础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额是 那么这个 因持有 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变动 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 当然这里面 没说是债权股权 我没有必要去判断 它将来能不能转损益 反正总之 别管是其他债权投资 还是其他权益共同投资 总之 它的供应价值变动 我们是走着其他综合收益了 一千二 对方有一千二 你这边百分之三十 所以一千二的百分之三十 你会确认一个 三百六十万的 其他综合收益 这分路怎么写呢 要单独写的话 你就借记 长期股权投资 明晰科目是 其他综合收益 三百六 代际 一级科目的名字 就叫 其他综合收益 三百六 当然了 如果这道题 我改了一下 我说这个是 直接指定成的 以供应价值变动 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他说的就是 那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如果是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带来的 其他综合收益的话 其实等于告诉我们 将来它是不能转损益的 再看 除该事项外 并且当年实现的净损益 是六千四 六千四的净损益 你乘以百分之三十 假设没有其他事项的话 那是 1920的投资收益 我们接着看 加定A企业与B企业 适用的政策期间相同 投资时 B企业各项 可变成资产负债的 公允和账面也相同 好 那么双方在当期 及以前期间 未发生任何内部交易 不考虑所得税的影响 A企业在确认 影响有被投资单位 所有者权益的变动时 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1920 其他综合收益 360 带投资收益 1920 其他综合收益 360 它是给写在一起了 你拆开写两个分路也可以 一个是因为对方的 其他综合收益 我们确认的 其他综合收益 一个是因为对方的 盈利亏损 当然是盈利 我们确认的是 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 对应的明细科目 是损益调整 而其他综合收益 对应的明细科目 是 其他综合收益 也就是说 当被投资单位 账上有其他综合收益的时候 是一种增加的时候 投资企业按照持股比例 会增加长期股权投资 二级科目 叫其他综合收益 代际的其他综合收益 是一级科目 也可以说我们 投资方这边的 其他综合收益 是用被投资单位的 其他综合收益 乘以持股比例形成的 所以 投资方这个 其他综合收益 能不能转损益 那得看看 人家被投资单位 那个其他综合收益 能不能转损益 他能转 你就能转 他不能转的 你就不能转 好 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的 二级科目 其他综合收益 咱就让他表现这么一会儿 就成了 接下来我们请另外一个 二级科目 闪亮登场 该请谁了 咱叔叔都谁没来了 投资成本知道了吧 投资成本损益 调整其他综合收益 都先后登场了 就剩谁没来了 其他权益变动 好 我们有请其他权益变动 什么时候投资企业这个长期股权投资二级科目才会用到其他权益变动呢 来一起看 那么被投资单位的所有的权益的其他变动 我们就用其他权益变动 什么意思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 比如说A投资B持股30% 既然是权益法 我们就会让A的账上的长期股权投资 随时关注着B的所有的权益的变化 只要被投资单位所有的权益稍有变化 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的风吹草动 A都得做出随时做出响应 那么投资成本完成了 损益调整用完了 其他综合收益用完了 那剩下的只要你被投资单位还有除上述这些原因之外的原因 带来的所有的权益变动 我们都把它放在一起 作为其他权益变动 你一听就知道 其他权益变动就是最后一个框 剩下的事都往里装 就够了 来一起看 那么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 你告诉我净损益用谁 损益调整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以及利润分配 利润分配用谁 损益调整 以外的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 这不就是剩下这些事都装到一个框里叫其他了吗 所以叫其他权益变动 说到这里 让我们再次重温这四个明细科目 第一个叫什么 投资成本 快告诉我什么时候用过 比大小之前 叫初始成本 比完大小之后 确定了投资成本 第二个叫损益调整 什么时候用过 盈利亏损 超额亏损 孙红时都用过 那么第三个是谁 其他综合收益 什么时候用过 对方有其他综合收益时 我们就要其他综合收益 最后剩下的是谁 就是我马上要说的 其他权益变动 所以前面给大家讲过 玩赚这四个明细科目 就一定玩赚 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 如果你是这样做的 这就没问题 我们来看看 这其他权益变动 从道理来讲 非常简单 就是你投资方 按照持股比例 来计算应分享的份额 关键你看对方的 所有的权益的变动 是多少 有了金额成比例 我们就借记 长期股权投资 明细科目 其他权益变动 代替谁 代替的是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这非常有意思啊 咱企业会计叫 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到了政府会计里边 由于所有的权益变动 带来的 它那叫 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代替谁呢 它叫权益法调整 权益法调整 这是一个政府会计的科目 它就相当于我们企业这个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等你学到第三 三十章 学政府会计时 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 它俩是 类似的 应该说 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下的这个 其他权益变动 随时关注着背投资单位 除了上述那些原因之外的原因 带来的所有的权益的变化 你增加 我增加 你减少 我减少 你增加时 我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明细科目时 其他权益变动 代替的是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你若减少时 我做相反处理 借记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代替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我再次建议大家 没事时 就学一学刘老师这样 把这些科目快速的说一说也好 说熟练了 自然在你头脑中也就形成了印象 那么这就是一般的处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在投资企业账上 因为其他原因 确认的这个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后续怎么办 后续等将来 你把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时 如果你卖掉了一部分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 剩下这部分 不再做 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了 或者压根就没剩 不做权益法来转金融资产 压根就没剩 那就是全卖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这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全部都转到投资收益中去 有人说还问问什么理由吗 不用问 不分原因 全转投资收益 但是啊 如果你卖掉一部分长期股权投资 留这部分还做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的话 那么你这资本攻击就得按比例截转 截转一部分进入投资收益 剩那部分还做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但是这件事在考试中容易考的原因是什么呢 它跟那其他资本收益一样 就是说你前面卖了长期股权投资 你自己就得想着 这有一个截转的事 一不小心就把这截转事给丢了 你这一丢了 就把分丢了 对吧 所以这种连带处理的 我们都要额外的再想一想 再把这题做完整 才能够得分 那么我们再具体看一下 好 说到这里呢 有的同学可能着急了 说老师啊 你说那其他原因都有什么原因呢 你就笼统一说其他原因 我这心里也没有苦啊 好的这里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除了上述原因之外的 其他原因常见的有哪些原因呢 来一起看 被投资安慰出净损 以其他综合收益以及利润分配以外的 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的原因 主要包括 一 被投资安慰接受其他股东的资本性投入 别人一投资 作为你这被投资安慰的账上 可能会形成一个资本攻击溢价 你想你的被投资单位账上有资本攻击溢价 别管资本攻击溢价还是其他 他那一有资本攻击 就是对方增加了所有的权益 你作为投资人看到对方增加了所有的权益 你就会增加其他权益变动 代际的是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被投资安慰发行可分离交易的可转债中的权益成分 这可分离交易中的 这可分离交易的可转债中的权益成分 别管你是其他权益工具 你还是做资本攻击的溢价 总之被投资安慰的所有的权益会因此而增加 被投资安慰的所有的权益 这一增加你这儿就要走出一个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另外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这个我们后面到了股份支付要讲的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其实如果受益后立即可行权 对方会形成一个资本攻击的溢价 如果有等待期的话 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费的表示 被投资单位它可能会形成一个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对方的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会让对方的所有的权益增加 我们作为投资企业自然会形成其他权益变动 代际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特别是其他股东对于被投资单位增资导致 投资方持股比例变动 那么其他股东对被投资单位增资 怎么会导致投资方持股比例的变动呢 这时候怎么会有资本攻击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道题 2010年的3月20日 ABC公司分别以现金200万400万400万 多少钱了 200万400万400万一共是1000万 出资地分别持有地20% 40% 40%的股权 A对D具有重大影响采用权益法 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算 没问题 这是20%的重大影响权益法 D公司自设立日起到2012年的1月1日 实现竞损1000万 他这实现了1000万 实现了1000万 对吧 他那边实现了1000万 这就是1000万的百分之二百万呢 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影响净资产的事项 那说明你这权益法 已经从当初的200万 又涨了一个200万 对吧 你当初200万成本200万吗 对方盈利1000万 你分200万 所以你这已经是你的成本 你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的成本 这账面已经涨到400了 就在涨到400的时候 情况发生了改变 怎么改变的呢 来一起看 2012年1月1日 经ABC公司协商 2012年1月1日 经ABC公司协商 B公司对D公司增资800万 增资后的D公司净资产已经涨到了2800 这没错 当初这三家出了1000万 一共是经营赚了1000万 这不2000万了吗 然后B又追加了800万 所以这不2800了吗 2800就这么来的 当然前面这2000万里面 有人家A400万 是持股20% 可是当B追加了800万 让净资产总额从2000万涨到2800的时候 持股比例发生了改变 A的比例就变成了15% B的比例变成了50% C的比例变成了35% 是这样变化的 相当于B追加投资之后 B的比例上涨了 A和C都有所下调 我们单看这A 有原来的20%跌落到15% 相关手维当日完成 假定A与D适用的政策期间相同 双方在当期及以前期间 未发生其他内部交易 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其他因素影响 其实说到这儿 我们已经看明白了 A公司持股20% 成本或者账面已经达到400的时候 由于人家别的股东追加投资 让他自动的有20% 降到了15% 减少了5%的股权 但是呢 在这件事情的背后 我们也看到了 A也从中有所收益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B公司增的那800里面 A按照15%的比例 也能分享一份 所以什么事情 要辩证的看 你的比例 被降低的同时 你也有一定的收益 当然最终你要比较一下 你的所失与所得 比如说所失多少 我们算一下 400万的成本 除以20% 乘以5% 相当于减少5%的比例 你的成本相当于降低了100万 400除20% 乘以5% 这不相当于乘以4%吗 所以你这成本是减少了100万 但是人家追加800万中 你能分享15% 800的15%是分享了120 你别说 你得到了120 付出了100 最终你竞增了20 你竞增了20 我们就走了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 对应的就是其他权益变动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最初投资时 借记长期国人投资 投资成本200 那么盈利1000万时 借记长期国人投资 损益涛成本200 这时候的长期国人投资 已经达到了400 紧接着 那么由于B公司这么一增资 增资之后呢 让2800万的15% 最后我们是到了420 420和这400比起来 确实又得到了20 当然 这是一种算法 是说用增资后的总净资产 乘以增资后你的比例 和你增资前的成本去比 看看它的变化 你也可以像我这样 用800是增加那部分比例 你看看你额外分享的是多少 120 你用400除20%乘5% 是你降低那5%的成本是多少 20 你降低那5%的成本是多少 是100 用120减去100 所以这里增了20 因此呢 借记长期国人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20 代记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20 这两种计算思路 都可以 其实讲到这里呢 我来给大家简单的提示一下 在我们注册会计师考试里面 有三个贝西施 什么叫贝西施呢 就是这股权呢 本来不是想着降低 却被别人 因为追加投资 而被西施下来了 所以这叫贝西施 三个贝西施分别指什么呢 刚才咱们讲这个 在长期股权投资权域法下 别人追加投资 你的比例降低 但你仍然能够重大影响 做权益法 刚才这个题就是 这种情况下呢 你在别人追加投资 你仍做权益法的情况下 你获得的净资产 和你付出成本的差额 我们走的是资本攻击 这个题你是赚了 你要是赔了呢 你借记资本攻击 代记的是长期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这是投资企业 个别报表这么处理 第二个贝西施呢 是合并报表中 母公司因为子公司的 其他少数股东追加投资 让母公司的比例降低 但是受死的骆驼还比马大 母公司仍然不丧失控制权 仍然控制 比如说原来持股80% 那少数股东一使劲 人家持股30%了 你这80悄无声息的 就变成70%了 但是呢 你觉得也无所谓 80%你老大 70%回头一看 还是老大 在这种情况下 你仍然控制 别人之家投资 你的比例降低 但你仍然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 合并报表中 形成了差额走资本攻击 你看啊 这道题 我们说的是个别报表 差额走资本攻击 那么如果控制被稀释 合并报表 差额走资本攻击 第三种情况是最特殊的 就是说你原来可能对对方 能够控制 结果被人家少数股东一 最佳投资 你丧失了控制 变成了共同控制 甚至是重大影响 这时候怎么办呢 比如原来你持股60% 你少数股东一 最佳投资 人家变成51%了 你跌落到49% 人家控制了你重大影响了 你这个由控制变成重大影响 就涉及到一个由成本法 转权益法的问题 在我们个别报表中 先看你的所得 别人追加投资时 你不是有60%降到49%了吗 由控制变成重大影响了吗 你按照49%的比例 分享人家追加投资 那个净资产是你的所得 你跌下这11%的比例 对应的这个成本 是你的所付出 所得所付出之差额 我们走投资收益 这是最特殊的 当然今天在这里呢 刘老师只是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先提示一下 类似的这种提示 当下不能理解的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只需要记住 在我们整个驻会考试中 有三个背息师 这里就是一个 另外两个 总有一天 你会明白的 比如说老师 那你为什么不到那时候再说 到那时候再说 有点来不及 在这说一说 先下点毛毛雨 湿润一下地皮 到底管不管事 不用管它 反正总之将来你会遇到 一旦遇到 忽然想起 当初学过 毅然豁然开朗 那就好多了 所以这儿有三个背息师 今天就有一个 好 我们来继续看 这里边呢 还是我们2021年教材的 新增内容 当然2021年教材 新增这个内容呢 是结合了刚才我们的话题 就是说你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下 由于别人追加投资 让你的持股比例 被动息事 但是你仍然不丧失 对对方的重大影响 或者共同控制 说白了 你还是你 你还是权益法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应该怎么办 我们前面已经把原则呀 立体都讲过了 但是我们2021版的教材 在这又细化了 新增了一版内容 当然有的学员一看教材新增了 心里就发慌 说是不是改了呀 老师赶紧告诉大家 这不是改了 是细化了 雕着了 把事说清楚了 我们原来的做法 没毛病 只不过我们原来 没有想这么多的时候 也把事情做对了 只是我们做对了事情 却没有想这么细致 今天呢 是告诉大家 我们要是细致想一想 应该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跟我们原来 做法是一样的 只是又进一步的说明了 其中的一些内在的道理 我们来继续看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有关内容 说 因被动息失 这不被息失吗 导致持股比例下降时 原来你是权益法 我还是权益法的 内涵商欲应该怎么截转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新版教材 在这提出一个概念 叫内涵商欲 其实内涵商欲这事 你不提 我们也知道 我们都可以议会 从未言传过 因为没有这个概念吗 我们随说以议会 但未曾言传过 但今天不同了 新的概念产生 以后会计界 当有一新词 名叫内涵商欲 那我们接着看 权益法下 因其他投资方 别人呢 对被投资单位增私 而导致投资方的持股比例 被息失 我给大家说过 三个被息失 这是其中的权益法 被息失还做权益法 并且被息失后 投资方仍对被投资单位 采用权益法核算的情况下 投资方怎么办呢 在调整相关长期 股价投资账面价值时 面临着是否应按比例 截转出使投资时 形成的内涵商欲问题 本来要是没人说 大家也做的也都没错 但现在这么一说 反而觉得有点懵 他说的什么意思呢 我从头给大家说一遍 先说这个内涵商欲 它是谁 内涵商欲是指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大于应投资时 应享有的被投资单位可变境产 供应价值份额的差额 你比如说 我前面给大家举过这个例子 说假公司出资100万 比如说享有乙公司可变境资产的 供应价值的份额是70万 对吧 他叫可辨认70万 你出100万 那么我给大家分析过 这既不是说明假啥 也不是人家以啥 就说明假和以一样聪明智慧而勤劳 对吧 那么怎么来理解呢 那说明假出资了100万的时候 以这边有可辨认的70万 还有一个不可辨认的商欲30万 这30万就使得我们假御乙 它是对等的 这也说明乙这边有30万 那就意味着你假出资这100万 它就有70万加上一个内含商欲30万构成 说的是这100万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里面 其实是有30万对应着对方那30万的商欲的 我们称其为叫内含商欲 所谓内含 不是说含在人乙那边 人乙本来就有 不用你说 是说你的长期股权投资里 含的商欲30万 是这么来的 比如说那为什么叫内含呢 不显现呢 因为你不编和报表 你要编和报表你就知道了 用你的长期股权投资 跟对方的净资产 那么一抵消 你的商欲就会挤出来 你的商欲挤出来 不就跑到红报表中去了吗 所以合并报表中体现那个商欲 是一个外显的 如果你叫内含 我给你起个名叫外显的 你看刘老师起名了 叫外显商欲 所谓外显商欲 就是通过拿你的长期股权投资 抵消对方的净资产 抵出那个商欲 不就显现出来 显现在哪了 显现在合并报表上了吗 所以合并报表中的商欲 叫这个外显商欲 再说句啊 这是刘老师给他起的名 为了针对你的内含商欲啊 但愿有一天啊 我们也有这样的说法 一个叫内含 一个叫外显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内含是含在了我们长期股权投资里 你看我这例子 这一百万里这不有 哎 有三十万的内含商欲吗 他说的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甲队乙持股 百分之三十 出资一百万 这里内含了商欲三十万 如果因为乙的别的股东 比如说丙公司 也是乙的股东 对乙进行了追加投资 假如说给乙追加了五十万的净资产 但那五十万的净资产是别的净资产 他不是商欲 给乙追加了这五十万 那么由于丙追加了五十万的投资之后 就让甲队乙的这个投资啊 自动的从这百分之三十 给降到百分之二十五了啊 假设降到百分之二十五了 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前面给大家讲过啊 由于被投资单位的 除了盈利亏损 其他所和收益啊 以外的原因带来的所有者权益的变动 我们应该把这差额调整资本攻击 对应的是调整长期货源投资 所以是需要调整长期货投资的 但具体调整长期货投资时 这里我们有一个视同 也可以叫假设 假设什么呢 你不是从百分之三十 降到百分之二十五了吗 我们就假设企业在这里 有所得有所失 所谓的所得就是 以公司别人追加投资那五十万 你按照你新形成的比例 有三十降到百分之二十五了 你用五十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得出这个份额是你的所得 因为虽然你的比例 有百分之三十 被动的降为了百分之二十五 但你仍然不视为是权益法 是个重大影响的股东啊 你是股东 你有资格分享这个 被投资单位以新增加的资源 尽管这新增加资源 不是以公司自己经营所得 是别人追加所来 追加所增加资源 也由你股东一份的 所以呢 追加的这五十万的新资源 你按照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 分享一份 这是你的所得 可是呢 我们得衡量所得 还有所失呢 你失去了什么呢 这里面我们就视同 你为了获取这个所得呀 你失去了一部分 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用你原来的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一百万除以百分之三十 乘以百分之五 是你失去那百分之五的成本 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一百万里面 我们是含着谁的 我们是七十加三十 是不是含着商誉的 我们原来就这么做的 我们就是考虑了内含商誉 只不过没把这一百万中的三十万 单独揪出来 说一说 这叫内含商誉 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 我们教材进行新增加内含商誉这事 他是给细化了 明确了 具体了 可不是说我们原来做错了 我们前面所讲的内容 没毛病 因为前面没有细化 可能你理解不了他有商誉 也可能没商誉 对不对 但是一旦有商誉的话 也是这么做的 有人可能不明白 说明确你做的没错 你再拿他说一遍干什么呀 是因为我们有的人特较真 不光是大家学住会的人较真 我们很多人都较真 我们会计人都有个特点 我们叫较真 你看这里你的所得是50乘25% 你的所失付出的代价是100万出30%乘5% 有人叫什么这呢 有人就叫这了 说你这个内容的标题叫什么来着 那么是因为被投资单位除了损益 也就是盈利亏损分红 其他综合收益 以外的原因带来的所有的权益的变动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才调整你的长期款投资 你现在要调整的长期款投资 是100万除以30%乘5% 这里是含着那30万商誉的吧 是含着的 但是你你这句话 我们教材中有 就是我们这个内容是接着一个标题来的 这个标题说的是对方的盈利亏损分红等原因 带来的所有的权益变动 请问对方的这30万的商誉变动了吗 有人问的是这件事 大家一看就是对方商誉没变动啊 对方变动是增加50万的净资产 这50万的净资产是商誉增加了吗 不是啊 对方不是因为商誉增加 只是其他的净资产变动时 你才能调整长期款投资 可是我们这100万里是含着商誉的呀 所以有人认为这商誉就不该这么走 不该这么调 但是财政部呢最后决定 当然有不同的看法 财政部最后决定的 我们还是要节转这个内涵商誉的 当然内涵商誉节转的 不用单独再节转 你就直接在100万里节转 跟我们过去做法一样就行了 所以这次教材中所补充的一种是提示我们 即便这100万里有内涵商誉 你原来那做法也没错 你不用想着说这商誉没增加 我们是不该调整商誉 不用想这么细了 好我们继续看 好我们来继续看 投资方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而间接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的情况下 这个间接处置也可以说成是视同处置 这叫所失嘛 付出的代价嘛 相关内涵商誉的节转 应该按照投资方直接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处置 我们这就是这么做的 也就是应该按照比例节转出市投资时形成的内涵商誉 并将相关股权息使影响进入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这段话就是对我们上述原有内容的一个具体的细化和补充 没有新增加 只是做解释 好我们来看一道题目 我们通过这道题目来感受一下 上述我们教材新增内容到底说的是什么 来一起看 假设2020年的1月1日 A公司投资B公司持股25% 能够对B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合算 A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入账价值是1000万 括号含着商誉500万 这叫内涵商誉500万 其实你不说也没关系 当然这一说就明确了 他大概意思说 我当时初1000万时 对方分享的可变境资产的供应价值 是500万 那么还有500万是什么 我叫他内涵商誉 这就把它给细化了 201年的1月1日 整整过了一年之后 C公司也就是我们B公司的另外的股东 对B公司增资了3000万 他那一增资3000万 B公司的资源增加了 导致A公司持股比例 被动的有25% 降到了20% 减少了5% A公司仍然能够对B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事实 2020年1月1日到12月份 这全年B公司实现的经营净利润是1000万 期间未发生其他权益变动的事项 我们继续看 首先 A公司股权被动稀释 有25%下降到20% 这事儿 影视同是处置了5%的股权 换取了B公司新增的资源 其实这句话就是一个理论的支撑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三个被稀释 大家知道 在我们这一章还有个被稀释 就是原来你控制对方 比如说你持股60% 让那少数股东一追加投资 你从60%假如说跌到了50% 你不再控制 但能够共同共证 你由成本法变成权益法的时候 我们仍然是假设你有所得 是因为别人追加的资源 你按照50%分了一份 你有所失 是因为你失去了10%的股权的比例 在这里边 你的所得和所失之差 我们如果是从控制变成 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话 那个差额在个别报表 我们是走投资收益的 大家都知道吧 我们三个被稀释中 这是这么走的 有人就问了 那你权益法下 被稀释之后还权益法 那那个差额 为什么不走投资收益呢 说实话 财政部也不是不认可 它是投资收益 也认可它是损益的 只不过在这呢 稍稍的迟缓一下 折中一下 先不让你走损益 让你走哪呢 先走权益 将来再从权益转损益 什么时候从权益转损益 等你把长期管投资处置时 你再从这权益转损益呀 权益是哪 我们先走资本攻击 等你处置时 再把资本攻击转投资 收益不就成了吗 其实本质上还是承认 所失欲所得 差额进入损益 跟我们那个 从控制变成 共同控制 或者重大影响 那所失所得 差额走损益 道理最终是一样的 好 我们来具体看 先说A公司啊 当初投资时 你是出了持股25% 那么一年下来 人家B公司赚了1000万 你按照25%权益法 你分享了250万 不可理下因素 所以当初你的出资1000万 内涵上于500万 加上你获取的投资 收益增加的损益调整 最后你的长期股权 投资到了2020年年末时 账面价值变成了1250万 这没问题 这是我们增资之前的 A对B的长期股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 然后你增资的时候呢 我们要适同你付出了一部分股权的 适同出售的 这你要有所得 你必须有所失 那肯定是人间的真理啊 你那边要增 人家增加净资产 你分一份 那这你得付出的代价 你的代价是什么呢 你就用1250刚算出的账面价值 除以25% 这是原股权 乘以5% 是你付出的 让出的 减少的这部分股权 那么最后是你相当于减少了 250万的账面价值 在这250万里边 其实含着500万 你那1250万里不有1000吗 1000里不含着500吗 这500万除以25% 乘5% 道理是一样的 相当于有100万的内含商欲在截转 其实也就是说 你减少了250万的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里边 有内含商欲100万在截转 只不过平时你不用管它 真正要较真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单独提出来说 那么按照新的持股比例 你从25降到20之后 你作为20%比例的股东 分享B公司 因为接受人家追加投资 而新增资源3000万呢 人家对他增了3000万 你还可以分享20% 所以你的所得是600万 用你的所得600万 和你的所付出的代价250 去比较 你增加了350的资源 此时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350 代记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350 这跟我们原来思路有什么区别呢 答 没任何区别 只是教材让我们对此问题看得更深刻了 只是有人较真说 对方因为增加了3000万的净资产 商与并没有增加 商与没增加 你这边减少长期股投资时 你里面是含着商与的 你的商与能不能减少呢 答 财政部说了 可以同比例减少 以后就不用再纠结了 就是这个意思 好 但是大家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这里形成这个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将来是可以转损益的 此时原本它就是个损益 不让做损益 让它做权益 纯属权益之计 等到将来有天 你把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时 便把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 一定要转到投资收益中去 它最终还是回到了损益 好 我们继续看 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我们2021版教材 除了把这个问题细化之外 还增加了一种情形 增加的情形可太好了 我们继续啊 说因股权被动稀释 而使得投资方产生损失的呢 我们看例题举例的经常是 人力追加投资 有所失有所得 最后呢 你这还是有点收益的 有收益是代替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 借替长期投资 明细根本叫其他权益变动 对吧 但是你要是出现相反情况 由于别人追加投资 你不但比例降低了 而且你还有损失 你没有所得 你不但比例降低 你没有收获 这有点雪上加霜的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我们这次教材也明确了 来一起看啊 那么投资方呢 面对这种情况 首先应当将产生股权 吸食损失 作为股权投资 发生简直的迹象之一 你还是去测算 你还是去测算 用你的所得和你的所失这么一比较 你发现所得低于所失 你赶紧把它当做一个简直迹象 简直迹象 接下来你要对你的长期管投资进行简直测试 既然是测试 它就可能简直 也可能不简直 我们首先说经过测试之后 如果一测试发生简直了 怎么办 首先 先啊 如果简直了对该笔股权投资 确认简直损失 借记资钱简直损失 代记长期股权投资简直准备 先把简直确认出来 然后再 你看这有个先有个在吧 再计算股权息时产生的损失影响 这个影响我们怎么计算呢 因为你那所得和所失 一笔叫所得小于所失 那就是所失更多 你是损失 所以你就要借记的是资本攻击 代记的是长期管投资 就可以了 这里面一定要注意 一旦有损失 先做简直测试 如果简直了 是先把简直确认 然后再把这个损失 给它考虑出来 比如说那我要是简直测试之后 没简直呢 没简直就直接确认这个 五圈息时的损失 借记资本攻击 代记的是长期股权投资 做相反处理就成了 那么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投资方进行简直测试 并确认简直损失 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就借记资本减损失 代记的是长期股权投资 简直准备 那么确认完之后 怎么办呢 应当将相关股权吸食损失 寄入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的借方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分路 在这里用文字又强到了一遍 但是有人问了 说你借记资本攻击的借方 哦我明白 借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代记长期股权投资 明晰科目是其他权益变动 有人马上就想几件事了 当我们借记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的时候 有人就问 是不是资本攻击不足充减的 依次去冲盈于攻击 和未分配利润呢 打 不是 注意啊 有人说怎么他就不是了呢 请听刘老师讲 这有两个原因 一 凡是我们资本攻击在借方 不足充减 依次去冲的那个 你仔细看看你都知道 我们那个冲的借方 那资本攻击 大多属于谁 属于那资本攻击溢价 是资本攻击溢价 不足充减的 才依次去冲 盈于攻击 未分利润 都哪有 比如说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 合并日那一天 合并方 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和付出对价 账面价值之差 出现在贷方时 是资本攻击溢价 借方时充溢价 不足充减 一次充 还有我们的交易费用的时候 还有后继 还有后继在核报表中购买子公司 少数股权时 处置子公司投资 不丧失控制权时等等 这些时候我们都是 借方不足时充溢价 溢价不足充减 这些情况我们都是 出现在借方时充减 资本攻溢价不足充减的 一次其中 盈于攻击和未分利润 总体来讲 这些业务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什么 他们都属于权益性交易 充完之后 资本攻击不够 一次充盈于攻击未分利润 充到此为止 最后都扔给未分利润 就没事了 他还有没有将来转损益的情况 没有 所以第一 他确认的资本攻击 充的都是溢价 而我们今天这里 充的资本攻击是谁 这是其他 所以说资本攻击 充减内容不一样 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 虽然也在借方 但是不能 借方预额不过充减 是充 盈于攻击未分利润 今天这个不能这么做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个原因 我们这个资本攻击走其他 他的本质其实是损益 只不过我们暂时走权益 之所以走权益 纯属权益之计 纯属权益之计 那就是说将来怎么 还得让他回到损益 什么是回到损益 回到损益时 是说你把这长期管 都一处置 我们这资本攻击 还要回损益的 所以既然他属于 暂时性的权益之计 将来要回损益的 那么代方时走资本攻击 的其他资本攻击 借方时也要走资本攻击 的其他资本攻击 不能去冲盈于攻击 和未分利润 这件事就像我们 那个其他债权投资的 供应价的变动 代方时走 其他双合收益 借方时走 其他双合收益 将来把其他双合收益 转投资收益 它是可以截转的 所以今天这个事 如果出现了股权 稀释损失的 代方时走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借方时也走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这个即使你原有的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不够充简的 也接着让他走在借方 因为我们的准则 从未规定过 我们的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不允许出现借方余额 我们是可以有借方余额的 是没问题的 并且这个借方余额 将来也是可以要 当你把长期管投资处置时 我们是可以转 投资收益的 这个地方 类似于我们那个 其他增活收益 转投资收益的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千万不能在借方 冲 留存收益 这是两回事 你可切记 切记 好 这个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我们来看一道单项选择题 甲公司2013年7月 以860万元取得了 100万股 乙公司的普通股 占乙公司发行在外 普通股的 0.5% 太少了 真的 无足轻重 直接指定为 以供应家的几辆 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核算 告诉大家 这就是那著名的传说中的 其他权益公益通资 这就是 这就是那个 从生到死 不让碰损益 它的供应价值变动 进入OCI的那个 其他权益公益通资 那么乙公司 2013年年末 收盘价 每股10.2 由于它是以供应家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它总是要关注 对方的供应价值的 这没错 2014年的4月1日 甲公司又出资 2亿7千万 取得了以15%的股权 达到了15.5% 按照乙公司张审规定 自取得该股份之日期 甲公司有权 向乙公司董事会派出成员 当日 乙公司股票价格是 每股9元 2015年的5月 乙公司经股东大会批准 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 接受其他股东出资 甲公司在该向重大资产重组后 持有乙公司的股权比例下降为10% 最初0.5% 那是金融资产 持续追加了15% 达到15.5% 能够重大影响 然后被人别人一追加投资 降到了10% 这叫被吸失 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被吸失的情况 不是他自己愿意降下来 是接受了 被投资产品接受别人出资 别人一增资 愣把它给挤成10%了 但仍能够向乙公司董事会派出 董事并对乙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这说的是权益法被吸失 还是权益法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关于因持有乙公司股权 对假公司各期间利润影响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A选项 2014年持有乙公司15.5%的股权 应享有乙公司净利润的份额 影响14年的利润 没问题 这是长期国家投资权益法 必然关注对方净利润的变化 来调整投资企业的随意的 A肯定是正确 我们看B 13年持有乙公司股权 期末供应价值相对于取得成本变动额 影响13年的利润 不对 因为他记住的是OCI OCI不属于损益 属于权益 所以他不影响损益 2015年因重大资产重组相应 享有乙公司净资产范围的变动 影响15年利润 怎么会呢 这是被吸失 原来重大影响 被吸失之后还重大影响 权益法不变 那么你所得欲所失之间的差额 走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既然走资本攻击 不会影响利润 所以他又说了 2014年增值股份时 所原所持有100万米公司股票的供应价值和账面价值的差额 我们影响14年的利润 原来那100万的股票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你这一追加投资的话 这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金融资产转权益法 金融资产部分 适同出售 公允账面之差 我们走留存收益 留存收益怎么能够影响利润呢 所以本期的正确选项为A选项 具体解析过程不再多说 我们再看多项两个题 2013年1月2日 甲公司取得乙公司30%的股权 并与其他投资方共同控制了乙公司 说明甲是乙的合应方 乙是甲的合应企业 那么甲乙2013年发生的下列交易摄像中 会对甲公司03年个别报表中 确认对乙公司投资收益产生影响的有谁呢 这是典型的权益法的问题 我们来一起看 A选项 甲公司将成本50万元的产品 以80万元出售给了乙公司做固定资产核算 这是著名的传说中的顺流交易 你可曾知道 顺流交易没问题吧 好顺流交易 它肯定影响 影响投资收益 也就是说 投资企业在确认被投资安位的投资收益时 一定在被投资安位的利润基础上 把这顺流交易的损益扣除 这影响 B选项 乙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发放股票鼓励 股票鼓励 我们不做账 不做账怎么影响呢 C选项投资时 乙公司投资成本小于影响 有乙公司 C选项投资时 假公司投资成本小于影响 有乙公司可变净资产供应价值的份额 我们走营业外收入 有人一看营业外收入 天哪 影响 影响谁 影响利润 没错 他影响利润 你看清楚 这提问影响谁呢 这提问的是影响投资收益啊 他没问影响利润呢 所以 他走了营业外收入 但是 他不影响投资收益 来看递选项 乙公司将账面价值200万元的专利权 作为作价360万 出售给假公司做无形资产 这是著名的逆流 一个逆流 一个顺流 都影响投资收益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是A和D 好 我们继续再来看一道单项选择题 乙公司为丙公司和丁公司 共同投资设立 那么2017年1月1日 乙公司增资扩股 假公司出资了450万元 取得了乙公司30%的股权 并能够对其施加重大影响 假持有以30% 花了450万 假公司投资日 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供允价值 和账面价值 均为1600 快算 1600的 供允和账面 所以它是供允 30% 这是480 你出多少 你出450 你出450 人家给480 所以这里边有营业外收入30 没问题吧 最后我们调整完那个出市成本 把它调整完了 入账价值是多少 是480 2017年 乙公司实现净利润是900 其他作物收益是120 假公司你长期持有对乙公司的投资 假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是25%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归假公司2017年 对乙公司投资相关处理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咱逐一看来 A 按照实地出资额 确定对你的入账价值 错 因为你实地出资450 我们最终的入账价值是480 你怎么可以按实地呢 我们还有30万差额 所以错 第二个 加按持股比例 计算应项有乙公司 其他作物和收益变动 这是对的 确认为投资收益 错 对方的其他作物和收益 我们在投资账上 投资企业账上还是其他作物和收益 C 投资时 将实地出资金额小于 应项有乙公司可变境资产 供应价值份额之间的差额 确认为营业外收入才是对的 他竟然走了OCI 错 就剩下最后一个了 对以公司投资年末 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同产生的应纳税差异 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时才是应纳税差异 这说的是资产 当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时是应纳税差异 我说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先不用管他 这一定是应纳税差异好不好 那么应纳税差异通常我们确认的是地盐所需负债 但是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 如果你准备近期出售 这个地盐所需负债咱就确认 如果你准备长期持有的话 这个地盐所需负债我们就不确认 而这道题说了他准备长期持有 所以他不确认那是完全正确的 因此本题的正确选项是地选项 好具体解析过程不再多说